我現在講講解經和講這個法洋神聖情的關係 在講信息的時候 解經的地位是在廣道裏面 解經基本上是將經文的意思解出來 有些經文其實是很簡單的 不過解經也可以去將它發揮 譬如這四個經文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 神神得意處就是 因為我們曾經有一次解經 也有一次研究過這個經文 那是否事情祝福人呢 因為背後的神 由整本聖經就不是那些事 即是某些死物的事情發生 那些事祝福我們 而是其實這個經文暗藏的意思 就是神在背後使用這些發生的事 或者透過那些事在我們身上做工 也都 有時不是只是透過那些事 這些事發生的過程 神在我們心裏面做工 即一個是透過那些事 一個是在這件事發生的時 神在我們心裏面做工 要引導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提升 這個解釋的經文 即是萬事互相效力 如果解經的話 那些事情 照字面解釋 事情對我們有益處 對我們神有益處 但是這個 從整本聖經 又似乎不合整本聖經的意思 即是事情 譬如你說 是不是你被車撞到那時 就本身對你有益處 那就是 撞到幾次 被人罵了幾次 就有益處 那益處不是一罵 或者有人罵你 那益處是當你被罵的時候 我們令到我們反省 神有感動我們 神有愛我們 又醫治我們 就讓我們在被人罵的時候 那時候看到神的愛 就會不介意人罵我們 又為這件事 都學習 其實真正的幫助 不是要罵我 而真正的幫助 是在罵我的時候 和之後 神都在我身邊做工 去安慰我 教導我 引導我 醫治我 又引導我 將來怎樣處理這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益處 這個 將經文的意思解釋出來 叫愛神的益處 到底是否 D stuff 全是基督徒 肯定所有基督徒 떨 Gabbo 都會有蛋 不過 在聖經內 其他經文 切泥奪 慈禮уйте後兩 showcase 所以說到越愛神的人,他的一面越大 不是因為神,好像愛的人比較多 而是那些愛給每個人都很多 不過他就因為愛神就能夠靈受 這是用聖經去解釋 就是因為他愛神,所以他的心打開,對神打開 所以神就在他身邊做功,他就有很多益處 其實愛神人得益處就是他自已被召的人 都會得益處,不過有些多有些少 就是由整本聖經我們看得到 因為聖經也說了,先求的國和義 這一切都交給你,很明顯有些人 耶穌都說的,那些願意為我捨棄 你就今生得百倍,來生得永生 很多基督徒都沒有捨棄的 他的確不會得百倍 他得的可能比較少,不是神愛他 他得不太多,所以這個經文所說的 也會講到根據這個人和神的關係 他的關係越好,得到越多 這就是解這個經文 解經在講道,或者賊經的作用 是肯定不需要的,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將意思告訴別人 就算很簡單的經文 神愛世人,神章他得生子子 及貪圍,一切順他得不知滅亡 反得永生 都需要解的,雖然自已很明白 很簡單的,你可以解 在表現和深度,例如神愛世人 你可以解釋出來,神愛世人 你可以解釋出來,但你可以解釋到深度 聖詩說,神的愛真的好像媽媽想念子女 那樣想念祂,祂的心很掛念 很想祝福的 即你可以一路言不耐 甚至呢,去到一個程度 甚至呢,去到那個程度 甚至呢,去到那個程度 那個程度,即是你將他的詞 那些面接詞 所有重要的詞都解釋 甚至,將他獨生子子 去到那個程度,將他的獨生子 神所愛的 耶穌都 在世上的時候 天父都有曾經 天上獨生聲音說 跟祂愛子,即是祂想愛的 神很體重,跟祂有很密切的關係 都願意致給我們 叫一切 一切 即是說呢 某些,因為全部 是全部的 全部信他的 那問題就是這樣 這個信也是需要解釋的 因為呢 聖經有的也說到 有些人信心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即是說到有信心是死的 所以這個信呢 一定是活的信心 凡是有活的信心 信心不是死的 是跟神有關係的 這些人就可以得著名聲 不是靠他的行為 而是他的信心是跟神有活著的關係 這樣的人呢 就不至於滅亡了 那滅亡到呢 是否消滅呢 用全本聖經解釋 就是說 是永刑來的 即不是消滅了 是永刑 反得永生的 那永生是否就是 譬如 老人家 一百歲 老人家都不懂得動 那繼續這樣 活下去呢 坐到二百歲 一千歲 哇 老人家已經入閃爬爬了 已經呢 我都坐不起來了 趴了床 是否這樣永生呢 這樣永生就很淒涼了 但聖經給我們看 永生就不只是永遠活著 是一個從神而來的 生命是很豐盛的 是很健康的 是很喜樂的 是充滿了神的愛 是充滿了神的質素的 即是你將經文呢 就解釋它 它的詞 它的重要性 它的連接性 但你解釋完 都還沒有說 神的聖情 即是另一件事 神的聖情 在神話世人講 就是講到 那些人多差多差 神望見他們 按照祂的聖結公義 他應該真的 將他們立即扔到火壺 但是神的心依然是充滿愛 按照祂的聖結 他又想懲罰他們 但是按照祂的愛 很想拯救他們 以及多次給他們機會 以色列人犯這麼多罪 神是 不是立即將祂營住 而是一路警告 和一路愛他們 一路吸引他們 這就是神的愛 即是如果說神的聖結 就是祂的接納人 關心人 體重他們 想念他們 定義祝福 有個計劃要救他們 即是在這個經文裡面 那這些 你想到幾樣 不要緊的 你初頭想不到這麼多樣 你想到一些 就已經可以了 即是由整本聖經 所以 解經 以後都發言聖情 是有些不同的 即是進一步 解完基本是什麼 然後進一步 就講出神的 聖情 他的恩典 他的心態 計劃和行動 而講到 就不只是講這些 如果只是講這些 講完 那即是怎樣呢 要形容 就是如何應用 又可以 即是我也曾經講過 有人的反面例子 人的直面例子 就被人看得到 雖然 譬如這個患事 都會相效力 的而且確 愛神的人是這樣 不過有很多人 不愛神的人 信耶穌王 即是我聽過這些極短例子 有些人 他因為有病 他就埋怨神 甚至離開神 不是因為神愛他 神吸引他 感動他 但因為他不明白神的真理 不明白神的恩典 亦都沒有經歷神的恩典 所以他就有困難 他就埋怨神 所以不是個個都得到的 即是有些反面例子 有些人是得不到的 不是神不想給他 是神不想給他 一個是他過錯 第二個是周圍的基督徒 他過錯 不懂得解給他那間神的恩典 以及幫他經歷聖命 這也是很大的幫助 你會知道他在困難中得到的幫助 人的反面例子 有些人真的得不到的 人的正面例子 有些人好像保羅 又被人打 又有很多傷害 被人拒絕 但他越來越剛強 坐牢又不介意 他的整個生命 發揮出來 一直影響到今天 這是正面例子 神的恩典 就是我們講過 神的戒名 神的戒名 就是你愛神 你愛神 神的恩典就會淋上了 你不愛神 很多基督徒的婚姻 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不愛神 他不愛神 所以神的恩典 叫我們愛神 另外就是如何 如何去愛神 如何去萬事都不要擔心 不要憂慮 不要埋怨 這是如何 因為很多人有事發生 就埋怨了 我侍奉主這麼久 為何神容許我患這麼嚴重的病 但是我搞錯的神 真是不公義 這些人真的會說這些話 這是對神很大的侮辱和抗拒 因為他不明白神 所以就在困難上 就會蔓延神 這是如何 在困難中 數算神的恩典 這是我們學習的 基督徒成長一定要學習 如果基督徒成長 一有病 啊 神就對我不好 一被人罵 神就不幫我了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一輩子都會很痛苦 因為他不懂得 看到萬事都會收下力 他不懂得分辨這個真理 有什麼事發生 他不懂得所說 譬如我說那次 我差不多遇見 那個人可以說 哇 神啊 你為何不幫我 嚇到我差不多死了 心臟病死了 他可以這樣解釋 他可以懷怨神 但我來說 神啊 你真是好 真是好得不得了 還有讓我看得到 我生命有一天 都是龍眼王 這就是 因為我愛神 所以我會有這種反應 但有些人 他可以懷怨神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分別 即是解言經 講道就是解經 但一定要包括解經 所以如果大家準備講信息 你就一定要想著解經 有講神的聖靜 如何應用出來 這些部分 所以已 ME이가 solved 近時 的是 …… 既然 而且 都可能 警察 操16 等下 都堅持 顔